上星期五在美股开市前公布了通胀数 就是6.8% 是1982年以来最高的 当中扣除食品和能源核心CPI 按年升4.9% 11月物价上涨主要受几个因素带动 有汽油、住屋、食品和汽车的价格 其中住屋升3.8% 食品升6% 汽油升6% 现在的情况就是明年加息感觉上是实在必行 差别在于时间 其实你预计大概什么时候会加息呢 就是春季还是年中 加息的时间点其实对美股的影响有多大 一定有影响 但是其实关于CPI上 不要看多少年最高等等 因为这一刻物价高期、通胀压力 根本就是市场预期之内 如果你看到利率期货在显示 其实加息不是只加一次 甚至整个2022年股价三次 每三个月加一次 目的是加到实际负利率 就是说通胀扣除利率水平上 实际负利率是要加到零 所以这个状况又在说 会不会有影响一定有 但是其实短线大家最关注是QE退得多快 先停了QE 接着才加息 那利率期货显示在估计 比较大机会 即是5月即是6月 那QE就是说分三四个月再去停 或者停了QE之后直接去加息 市场有个共通想法就是说 不会同时 即是没停过QE前就去加息 这个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短线来说 其实市场主要是消化了这些因素 我相信我们经常都在说的 影响美股加联续的货币政策 其中一个因素 但是不是最主要 如果你说经济的步伐 仍然是有个很强劲的复苏势体在那里 物价控制到 加息步伐不用那么快 可以当好消息的炒 所以短线来说 美股贴到这些高位 其实大家都是估计破顶的 还有少少空间在那里 当股值去到 可能比较高水 比如S&P那样计算 去到5千点了 在10年平均值两个标准差流畅 市场消费开始害怕了 所以暂时来说 美股短线走势 还是乐观的 但是到了下年第一季开始了 就是慢慢步入加息周期 加息预期出来的时候 绝对有机会做个调整 因为任何股市都是的 在一个股值偏高水平的情况下 少少因素 经济复苏部分可能放慢回来等等 就已经可以压它的调整效力 所以美股最开心的一年 应该是2021年 2022年都可以的 但是短线就应该不会 好像整个2021年那样有头性到尾 所以短线你预了美股高位 还有机会创的 但是见完高位之后 就开始反复 那机会是十分之大 至少是开心到圣诞节 是否也计期 应该是的 因为始终说 又不会短时间 当然说很多东西都要习惯煮的 你想到圣诞节 其实中间你想一下 这个星期有什么焦点 加息 不是联网的议色会议 议色会议 议色会议 突然将整个加息预期升运 那你圣诞节就开心不到 是 所以你说我又不敢保证 圣诞节一定会 肩保险保 短线来说 但是短期的走势上的确是乐观的 始终说的 预期都在到 老实说 现在在说 譬如2022年 加三次息的可能性不是很高的 物价又在回落 那这些因素 会不会说 联署局突然说到很 很嬉 突然说要加三次 或者甚至说 未来一次过要加 一口气加0.5% 应该不会出现这些情况 所以短期来说 暂时是乐观 我只能这么说